筍絲乳蹄膀 这个都是宝宝师啊 三十几年的功力啊 几乎是每一年在过年期间 或者是喜宴才会吃得到的 真的是非常的香 宝宝亲松组又来咯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宝宝师的书呢 已经上市了 这个就收入我三几年的 饭店经验 料理经验 与大家来做个分享 很多人去吃喜宴 寿宴或者是生日宴 这些到底在家里 我买回来活跳跳 要怎么处理 这一切都交给宝宝师 会教大家将近50道的一个料理 都全部收入在这里 这应该已经都上市了 我们所有的粉丝好朋友 请多多支持一下 各大的书局 或者是上网 都买得到的 今天不是打书而已 今天就要做书中的 我们的推口 笋丝乳蹄膀 今天准备的这个推口 有将近两斤半 蹄膀一定要大 滷起来才会好吃 它的油脂才会丰厚 准备了一锅的水 把它汆烫一下 我们要汆烫之后 有没有看到这些浮沫 这个就是在料理上面 可能很多妈妈不知道 没有注意到 只要简单的一个步骤 就可以让这一道的料理 变得更漂亮 更好吃 少油脂 都有可能 不需要说汆烫个10分钟 20分钟 因为我们待会还要卤 我要放在卤的时间 要比较久 现在就可以把它捞起来 准备一锅冰水 让它去冰镇一下 让它皮赶快几实 推口呢 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汆烫好了 你看很干净 买回来的时候洗干净 你还是要用滚水把它汆烫 这个浮沫以及蛋白质 要把它汆烫掉 这样子它猪的腥味 就会减少很多 现在呢 我要让它去上色 酱油 糖 香油 不要让推口呢 感觉啊 就是要有食欲 你不能说白白的 有一说啦 颜色卤深一点点 对长辈是一个尊敬 这个酱油呢 我们要卤一个小时 待会一个小时过后呢 我们卤好的推口 我们就要来炸 腌好的推口啊 要放入油温 大概是150到160度 这条锅盖要准备好 现在呢 就让表面有一点点上色 就可以了哦 不要炸太久 炸太久它颜色太深 这样滷起来就不好看了 皮膀已经处理好了 笋丝呢 先告诉大家 笋丝哦 我们要把它泡水洗净 之后呢 我们要用清水 把它煮个三十到四十分钟 中间还要换个两次的水 让它去除这个酸色味 要不然你会吃到很多的药水味道哦 一样要让整个香气出来 爆香我们的洋葱 然后青葱 这里的洋葱跟青葱啊 就是要增加推口它的香气 让它有一点点去腥 然后增香的一个作用 香气已经炒带了 推口 接下来呢 我们要加几种东西 第一个就是我们冰糖 然后酱油 记得哦 我们一定要稍微间隔 间隔个三十秒左右 我们才可以下下一个步骤 绍兴酒 辣豆瓣 也把它炒一下 这边已经都差不多了 这个你就是去拿一个 五香的卤包 这边笋干呢 把它铺底 笋是它可以当做一个很安全的隔离 水呢 要把它盖过 把它上盖 就十分钟把它稍微放一下 让它每一个面呢 可以受热到 我要炖多久呢 我要炖一个半小时 这个都是宝宝师啊 三十几年的功力啊 几乎是每一年在过年期间 或者是喜宴才会吃得到的 真的是非常的香 就像我们呢 传家大竹菜啊 这步骤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如果大家对这本书 真的有兴趣支持一下 那我们在网路上面 或实体的书店呢 都是买得到的 可以让你在家里露个两手 不管是大院小酌 大菜小菜 或者是买一些活的龙虾螃蟹 来做给我们的家人来品尝 希望大家对这一道 笋丝乳蹄膀你会喜欢 那当然记得哦 要支持宝宝这一本书啊 传家大竹菜 那我们期待下个礼拜再见咯 拜拜 拜拜 这一本书 宝宝师已经帮他诠释 就是一些tips啊 就是关键的部分呢 可以 用比较简化 等于说 化繁为简 怎么样把一个大菜 透过这一本书 可以很简单的 在家里你都可以做 好 来